之前我們在期待說七月中 這個日子來了 臺積很久沒動了 最近就先活絡了起來了 我們怎麼樣期待這個法說會 對 事實上臺積電 今天有來到六百一十三塊 他之前一直在這個六百塊被壓住 你看這兩天就拉起來 就拉起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這個就是一個垃圾盤 你看其他很多股票都回檔了 好 那我們看 其實明天的法說會 我覺得他會釋出非常多的利多 第一個 因為臺積電的六月營收 已經來到一千四百八十四億 這已經算是創歷史新高 六月淡季中間都創歷史新高 你可以想見得到 第三季到底會是奪望的一個狀況 所以第一個觀察點當然是 明天他對於第三季法說會 他的說法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法人會關心什麼 法人會關心說 你新製程的這個引發的進度 今年是五奈米 那明年三奈米的這個進度 到底是怎麼樣 是不是說三奈米能夠符合法人的預期 你有沒有知道 其實陸行之最近有說一些話 我們看下一張 陸行之他說什麼 現在好像根據這個 目前法人得到的消息是 三奈米似乎是在明年下半年才會量產 那如果是這個時間點 其實是比法人預估要慢 對如果真的是這個時間點 那的確是一個不好的這個因素 所以明天他可能要釐清 更多法人對他三奈米的這個疑慮 如果能夠釐清清楚來說的話 我覺得法人應該會一致的 重新回來買台積電 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最近大家討論 這個通膨討論蠻熱烈 這個美國公佈這個六月份的CPI 是十三年來的興高 大家很擔心說這個通膨會壓抑 科技股這個成長力道 對 不過這個時間點出關鍵說 半導體通膨時代也來了 大摩說可能半導體 特別台積電的毛利率會下降 但是我們會通膨 我們有能力掌控價格 對 事實上這個陸行之講 非常有意思 他說過去二三十年的半導體是看跌 那未來半導體通膨時代來臨 會嘗試長期的看漲 事實上我覺得他講的某種程度來說話 也蠻有意思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半導體的投資 譬如說以現在的五奈米 或是未來的三奈米 五奈米你要投資一座廠 請你知道如果用五萬片來說 至少要一百二十億美金 那如果是三奈米的話 要兩百億美金 現在已經全世界沒有人能夠投資了 現在只剩下三家 一個是台積電 一個是三星 一個是Intel 三家能夠投資 然後裡面的Number One就是我們 台積電 那所以你投資越來越多的時候 因為這個高階製程 它的需求還是這麼多 那你投資的成本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勢必怎樣 我一定給你漲價 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蘋果的A系列處理器 你知道我去統計了一下 蘋果的A系列處理器 每一代每一代 譬如說從A9 A10 A11 一直到現在A14 它每一年自然而然 它就漲大概約8%到9% 所以這就是一個通膨的概念 因為它的成本越來越貴 所以它的這個價格就會越來越多 那你知道需求量也越來越大 所以它所謂的這個通膨時代來臨來說 我覺得是對於所謂高階製程 這個部分 它會通膨時代來臨 那這個來說的話 對台積電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未來長線的這個多頭的這個態勢 我覺得如果以台積電的這個走勢來說的話 明年三奈米再開出來 這個價格提升之下 一定會有非常大的這個股價翻漲 我們有定價權 而且是通膨的話 這個長期就是看好 這個是最新公佈的數字 我們來看今年的半導體設備的銷售 這個數字 在二零二零這邊 預估只是成長百分之三十四 那麼相關設備也渴望創新高 那它所帶動的 不只我們明天要看到這個台積電市場 還有相關的供應力 會造成多好的影響 股價怎麼操作 我們請未讓一塊來看 好 那其實台積電過去讓大家印象中 是比較偏向大牛股 但是我們知道 從去年開始 有了護國神山的美麗 為什麼 其實看到就是呢 它的獲利水準跟它的歷年來 資本支出的金額 有絕對的關係 這個地方是2018年 2018年以前 我們看到台積電一年的 資本支出的金額 約略都在百億美元附近或以下 所以它EPS也算是只能夠 緩步爬升 當然股價也就是慢慢漲 可是從2019年開始 它的資本支出拉高到了 當時149億美元 就是創歷史新高了 隔一年之後 這個EPS果然爆發 來到19.97也就2020年 那接著呢 在去年它的資本支出 再拉高一百七十二億美元 今年預估會達到三百億美元 而且大家知道了 他已經宣布了 未來三年 包含今年在內 資本支出合計要達到一千億美元 相當於大概三兆台幣 我們臺灣整個GDP 也不過大概二十兆出頭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是相當 願意支出 代表要看到足夠大的市場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EPS 將來還會再有跳針的空間 跳針跳到哪 那我們根據法術會 他提到未來的五年 可能是在成長十到十五Percent 這樣的一個幅度 所以我們來試算 他可能的EPS 跟他將來合理的價格 怎麼看 之前我們常常會講到台電 就會唱周董的千里之外 但是這首歌很久沒有唱 現在還可以唱嗎 因為大家悶了半年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數字說明一切 那基本上如果先看2021年 那因為去年是賺十九點九七元 所以如果我們抓成長一成五來說的話 今年EPS可能是落在22.96元上下 那市場上 目前大概可以接受給台信的本益比 是25倍到30倍這個區間 所以這樣算起來 你會發現大概今年他的股價 下陷也就是說支撐的部分 應該五百七十左右 那高檔的部分 應該在688會有壓力 那你回頭一看 想想看 今年的股價 大概他的一個上檔跟下檔 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只是說因為上半年 他一口氣就先拿六百七 所以這次代表超漲 超漲之後就慢慢的調整一下 那現在下半年就會開始來反映 這樣子的本益比 跟這樣的獲利數據 甚至走到第四季 可能大家就要去看2022年了 所以2022年如果他的EPS 再往上拉伸 來到26.4元上下的話 那接著其實你就發現說 今年他的天花板 可能變明年的地板了 那明年的下半年以後 合理應該就要慢慢來瞄準 這個8這個數字了 那到了後年2023年 如果EPS來到30塊錢以上的話 那其實就會變成了 750可能是地板 那上檔目標價 有機會來挑戰900人 那當然操作股票 其實還是贏在修正 不在預測 因為其實產業一直在變 他的競爭對手 也都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其實大家還是要依照 所謂的產業的暫望劑 或者說股價的技術面 看錢行人 現在600斤 兩年後有900塊的實力 這就要看你只是想要做一個 所謂旺季的行情 像現在第三季 第四季是轉旺 那你就要按照他的一個技術面 管理率來調整 或者說你是把當存股的人 就是建議基本持股 那分批買進 尤其是急跌的時候 再用力去做加碼 所以如果明天這法座會聽到 非常好的消息 建議就不要動作 不要動作 不要衝動 好公司不用再利多過後 才衝下去買 那事實上 總是會等到一個好的價錢 很多觀眾朋友 其實對於台積電 不見得那麼有興趣 因為它的供應鏈更會飆 說實在的 很多中小型股 那我們看到 其實它相關的供應鏈 真的是多如牛毛 不過這邊我統整大概 如果我們先用 六月營收的年增率來看 那表現比較好的來講 像萬潤 這是半導體的先進設備廠 那六月年增率是增加 大概快要94% 那另外光陽科 也算是相當有利益 這個提供把財 那六月年增率也高達43% 那台積電轉投資的封測廠 精裁六月年增率40% 精裁第二季比較低迷一點 現在慢慢看起來 也是走出谷底 那光照的話 也是持續受惠 已經有代工廠 這個光照製程外包的趨勢 那六月營收是創新高 但待會來提一下 這個最近滿特別的 那另外還看到 像創意啦 或是說中砂 宏康 金頂 那不過就是說 設備廠的話 大家就比較有留意 它的營收盡量避免 只看單一一個月份 因為還是會有任列的時程關係 我們看一下2338光照 K線 為什麼說它特別 它六月營收創新高 可是它最近股價 稍微有點拉回了一下 因為它公告了 六月份字節虧損 營收創新高 結果公司虧錢 為什麼虧損 那主要原因其實是 它因為持有宏基跟聯電的股票 這個變成是影響到 它的一個平價的損失 不過這個部分來講 它會隨著股票市價 去做浮動 換句話說 如果說虹基不再跌了 甚至像聯電 第三季可以開始往上走高的話 這個部分它就可以去做回衝 所以你看 它其實只跌了這一根之後 留了長下影線 所以目前來看 其實整個上升的一個多方趨勢 都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倒是可以持續做一個追蹤